富國神山台積電 股價持續向上衝 二十四號拉尾盤 漲四塊錢來到四百九十六元 距離五字頭幾乎只差一步 美國建廠的雜音退散了嗎 經濟部長王美花再度信心喊話 最先進的製程 一定跟流台灣 台積電助攻臺股市場買盤回籠 IC設計族群活蹦亂跳 聯發科領軍漲幅超過百分之三 聯勇瑞育等也大漲 航運貨櫃三雄發動攻勢 推升臺股中場上漲一百七十五點 收在最高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四點 創下兩個多月以來的新高 成交值放大到超過兩千億元 臺灣巡舉行情加持下 美國聯準會歌派的聲音 也轉強 外資展現十足信心 大買兩百三十三點二七億元 根據歷屆直轄市場選舉行情的統計 大概上漲機率最高的 分別是選前二十天 選前五天 還有選後二十天 的確回頭看看 十一月份以來的 臺股表現就非常的強勁 那麼目前也已經收復了半年限 選舉過後也就接近了年底 所以搭配傳統來看 會有集團作帳 法人作帳 而新臺幣對美元盤中一度強 升超過一角 再度逼近三十字頭 熱錢大舉回流 臺股擺脫觀望氣氛 選舉行情增溫 投資人也期待選後 洩票行情蓄燒 帶領臺股重返榮耀 重新站回萬物大關 三立新聞洋超成立文科 台北報導 通常 至於 敬礙股擺脫